- 放 放 - 乖 - 起来 - 来 来来 - 起来 起来 - 来 - 起来 起来 - 起来 起来 - 起来 起来 - 再把这个 往这 住手啊 砸着我 我知道了 你们都是我抓进来的是吧 没错 没错 那怎么着 想报仇呗 你们认为你们打得过吗 所以咱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样 你想得到听没的 就是 我只想好好干活 不想惹事 请你让开 你死定了 你要是不让的话 信不信我把你变成一个球 拿命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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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把人变成囚了 哪儿都自找苦吃 哎 行 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 现在衙门啊 打算让你蹲二十年大牢 二十年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让开 你别这么冲动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虽然判了你二十年 但是等临水现在犯罪率一上升 衙门就会把你给放出来 你放心 快回去 回来你就是个懦夫 你说谁呢 我说你呢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才待了多久啊就忍不了了 你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当一个大侠 我告诉你 这个大侠我就不当了 好啊 那你就滚出淋水线 这样所有人都开心 我告诉你 我爱干吗干吗 他们爱高兴不高兴 我一辈子 还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讲话 今天别想偷懒 第二 不要喝得烂醉 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留下好印象 也不要轻易地把别人的地方给拆了 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都感到开心 让他们有安全感 第三 要注意和官府打交道的方式 我问你 你以前是不是对补槐说过 你们怎么连刀都不带是去送死的吗 不管他们做得如何 你要适当地去夸夸他们 毕竟人家是官差 你总得给人个台阶下不是 假如有捕快抓到了劫匪 不要忘了夸他们 就冲他们说干得好 我能夸他们什么呀 来 跟我选 干得好 干得好 告诉你个好消息 怎么了 犯罪案件一下提高了三成 你看看 这才几天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临水线没了咱胡来就不行 有人来看你了啊 哈铭呢 他有事要办 今天就我一个人来的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还是走吧 我知道凭你的本事 肯定能逃离这里 走吧 离开这儿 走得越远越好 你让我逃走 灵水线的劫匪那么多 你惹不起 怕什么呀 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 明知来你能打过 可暗地里他们就不会报复你吗 来多少打多少 我可不怕 可我怕 我知道你能打 无论多少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可汉明呢 他怎么办 你能随时保护他们 你能保证 他不会因为你受到一点伤害吗 所以 以后请你离汉明远一点 还有 我劝你以后不要逞英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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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的 走 走 走 我来刚进了大运 这帮捡匪就出来想个东西 也太嚣张了 就是啊 这县城已经发生 好几宗抢劫案了 这捕换也太没用了 我觉得啊 你出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什么东西啊 为你出去准备的衣服呀 黄布拉奇的多乍眼啊 我不说 乍眼才显得独特呀 那还显得我目标明确了呢 都过来挡我 我不说了 这是制服代表着使命 就像捕块一样 这代表着你的天职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也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临水县的安宁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会引起更多劫匪的报复 还怕什么 不是由你保护我的吗 正是因为我 所以你才更危险 我知道 那你怎么还这么做 因为没人做 临水县现在匪患猖獗 却没人站出来 这是我们的家 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逃避忍让 那迟早有一天 这个地方会被劫匪所侵占 到那个时候 覆巢之下焉有安宁 难道我的处境就安全了吗 而临水县百姓的安全 又期待谁去保护呢 胡莱大侠 怎么了 先来发生特大抢ários 捕头大人我请你来帮忙 太好了 这可是你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挺 compte 是